好 各位投籃 我們這一段要講講一些美中關係 其實在美國最近 大家討論最熱的 可能是這幾個話題 這是什麼 這是巴西的總統魯拉 在當選之後 現在到了美方 受邀到華府這邊來訪問 魯拉立場大家以前都知道 他跟中方其實滿好的 所以這一台美國 基本上大家都在看 他跟拜登的互動 結果一觀察 發生不得了了 原因是因為魯拉 看看外媒說魯拉的背後 他竟然牽著他的太太進白宮 好 這個是定格畫面 帶大家一格一格來看 魯拉下車之後就跟拜登握手 然後介紹說這個是我太太 當然拜登就趕緊跟著他 一起轉身走向白宮 可是回過頭來 他又主動的向他的太太 伸出手來 畫面上你就看到了 兩個人已經回頭 一起要往裡頭走的時候 他伸出手來 牽上了這一位第一夫人 牽著他走進去 大家開始對這個畫面了 就有很多討論說 魯拉知道他老婆 正在被拜登牽著嗎 還有人說這該不會 是他以為這是他的護理師吧 還有人說他老婆呢 吉爾拜登在哪裡 快告訴他 這個是現場 他老婆在哪裡 很多人就開始想到了 後面的這一段畫面了 好 原因是因為在拜登發表 國情諮詢的時候就發現 他竟然直接跟副總統的先生 大家稱為第二先生 很像是嘴對嘴 但有人說是現在嘴角上 我們剛才廣告時間還在討論 說美國有這樣子的一個禮儀嗎 畢竟真的很少看到 這件事情基本上在美國國內 有很多很多的網友在討論 因為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樣 很少看到或者甚至沒看過 好 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現在賀錦麗被問到 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有人講是說 措手不及 他還說我沒有看過那段畫面 我只知道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努力工作 不管怎麼說 這一些都算是外交場合 或者是在政治場合上面 我們討論如果要說是的話 比較像是花冰一點點 正式是什麼 正式是現在 在美國國家裡頭 他們正在討論 要不要提高他們的國債上限 好 這麼一件事情 基本上這一件事情 會牽扯到很多層面 包括了美中之間的關係 好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原因是因為現在 雖然美中雙方一直在炒氣球 但很多人講了 那只是一個幌子而已 關鍵在美債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布林肯現在因為這顆氣球 說推遲去大陸訪問 可是葉倫告訴你 沒有 我還是想要去 急著想去 為的是什麼 為了是不是要談美債這麼一件事情 但你看到幾個數字 美國這四個月來 赤字增加了3.1兆 再這樣算下去的話 他一年一年借的錢 會等於中國一年新增的GDP總量 這個就有點感覺對不對 再看一個數字 這個是美國的債務總額 已經達到了31.5兆美元 他的美債利率超過4% 等於換算下來 一年的利息就要1.26兆美元 這還只是利息而已 所以很多人就講了 這件事才是美國政府 現在應該要做的正式 因此當葉倫講了 他想要去大陸訪問的時候 大陸方面是怎麼回應的 中國這邊商務部的發言人講 我們歡迎他來在中國訪問 那專家講法是派商務部來回應 是不是代表不是很看重這件事情呢 好 這個打一個問號 可問題是 現在在美債的這件事情上 葉倫他的講法是 當然通膨還在他說如果繼續加息 加下去的話成了累贅 接下來要是沒有能夠通過債務上限 會導致美國陷入經濟 還有金融的災難 原因是現在他們美債的收益曲線 已經倒掛了 那幅度是40年來最低最深 這一段兩年期的美債收益 一度比10年期的美債收益率 還要高將近86個基點 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所謂經濟衰退 一直以來是這麼樣的一個經濟訊號 所以這件事情不可不慎 而且為什麼要到中國 因為中國過去 其實是最大的一個債務人 好 可是他們過去的這一段時間 在拋售美債 那現在他們有要講 說是不是把這些錢換去哪裡 換黃金吧 2021年11月中方 他們曾經持有1.08兆的美元美債 但現在已經降到了8700億 那這個中間的差異 就是通通都賣掉了 換什麼 換黃金 2019年開始 他們增加了黃金的儲備 到今年1月為止 他們的儲量已經來到了 6512萬盎司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是因為看到了俄羅斯 被美方給凍結了資產 所以現在他們開始 只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思考 以及不同的戰略目標 那現在也有美國的專家呼籲說 那這樣下來的話 是不是要把中國的 這些美債也沒收呢 但是你不要覺得是只有中方 在做這件事 日本跟你們好得不得了的 其實也在賣 雖然最近開始有買一點回來 但先前也是在賣 也是沒有全壓在美國身上 因為他們認為美國現在 在跟中國打這個科技戰 就像是補鼠器一樣 其實他們自己也會怕 那路透社的一個最新報導是 美中的科技戰 其實已經開始引發一些 演藝的效應 包括了安謀中國 現在裁員近百人 而韓方基本上現在 也開始在思考這麼一件事情 因為科技戰 他們被拉進了去Ford之後 急遇的希望跟中方有更多的管道 好好的來疏通 好好的說明 我不是要跟你作對 但是我這邊真的有難言之隱 可是他們缺少中國通 這麼一件事情 那就要趕緊把這一些 友好的聲音 越來越小的缺失 把它給導正過來 不然的話 他們也會很擔心跟中方 會不會有所誤判 或者被誤判 好 現在他們已經提前解禁 恢復對中的短期簽證 中方表示肯定之外也說了 那先前這些紛紛擾擾 我們就再看著辦吧 適時考慮跟進 回過頭來就要問到介大使了 這樣一連串看下來 美中雙方現在 其實對美國來說 真正重要的問題 應該是跟他們自己的 債務問題有關 跟他們民生經濟議題有關 但是當他其實還是努力的 想要在外交場域上 畢竟拜登大家覺得勞外交 外交場域上想要開始來 極力的挽回腿勢的時候 找了南美的這一位魯拉來 結果這一牽手 又把手給牽歪了 現在這個拜登不但把世界 搞得很亂 把我們的認知也搞得很亂 現在搞不清楚 他們這個家族在搞什麼東西 太太跟先生都搞得蠻脫線的 脫序 第一個他這個 又暗算別人的老婆對不對 上一次我記得他暗算別人老婆 是美國密西根的州長 他還是在他自己的老婆 就自己的這個 他在自己老婆面前 就跟那個密西根的女性州長 公然手牽手逛大街一樣 後來也有人說 那個可能不是他太太 旁邊那個紅衣服 那個可能不是他太太 有幾種說法 但是就是他確實伸手的 順手的就牽了女州長了 對 州長跟他牽得 也好像莫可奈何 這次又偷襲人家老婆 他專門偷襲別人老婆 很奇怪 這次又偷襲了魯拉的老婆 對不對 而且是趁著魯拉的背面 這樣子出手 對不對 這個做法的話 比陳時中還要更低級 你知道陳時中 還是在人家老公面前牽的 對不對 拜登都是在人家老公的背後牽的 這個有的時候 什麼事不過三 拜登這種事情已經搞太多次 不過他太太倒是 這次鬧的事情倒是第一次 就公然跟副總統的先生 在大庭廣眾 那麼這種已經超越 任何國家的禮儀的 這種禮儀從來沒有男女之間 沒有這種特別關係的公然這樣子 嘴對嘴的這樣親吻 法國也沒有對不對 歐洲也不知道哪 歐洲沒有國家這樣幹 沒有 碰臉頰 碰臉頰 那個是碰臉頰 也不是用嘴去親人家臉頰 法國是臉頰碰 嘴巴出一個親吻的聲音 那不是用嘴去親人家臉頰 那個嘴是不能亂親的 所以美國人更沒有這種親的 美國人沒有親的禮儀 我了解美國人從來沒有跟 我沒有跟任何一個美國人 好像有這種女性來親的 所以這個又是跌破眼鏡 所以我現在也每天 我想不出來怎麼回事 我只能從現象來分析 就是亂七八糟 不要再搞什麼東西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美元的問題很嚴重 因為第一個美國美元濫發以後 然後美國在不斷的升息 來救他的這個通膨的問題 讓美國的散播在海外 很多美元 尤其是美債 現在有沉重的壓力 因為你現在你美債的 你美國的這個 最初期率一直往上升 你美債的利息也往上升 這邊講得很清楚 利率超過百分之 等於一年的利息就有 1.26兆美元 這個簡直是天文數字 我覺得葉倫這個財長 怎麼當得下去 他每天要去搞那1.4 1年要搞那1.26兆 去還利息 這個不要說是美國 哪一國家財政部長 人家一般的那些財務長 那些民間公司的財務長 搞不好也要掛罐球去了 做不下去 這太恐怖了 另外為什麼一定要找 大陸 因為大陸除了還是要8000億 8000多億美金的美債以外 還有3.1兆的外匯存體 外匯存體它不會告訴你 美元在多少 我就一半好了 那也有1.8億 1.6億 1.6兆美元 拜託 如果再賣個1兆的話 包括外匯存體的話 兩個加起來賣1兆美元 那個葉倫 這個叫真的 美國的政府會有很多部門要關門 因為現在它是內外交迫 外面怎麼樣 你要藏債 你要連本帶利的還 另外一方面 你國內你要怎麼樣 國內你要共和黨的 眾議院要同意提高債務上限 所以這個是內外交逼 所以葉倫去大陸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跟債主求饒 請你說 第一個 你不要債保我的債賣掉 因為你這個債我現在還你 第二個就是寬限期 我能不能這個明年少還一點 我將來有的再還你 這就是常常這些財務長在外面 跟銀行的這些 喬債務 喬債務 就是喬債務去的 現在問題就變 大陸好了 你大陸手上有1.5兆 日本手上 日本韓國加起來 也有差不多 也有差不多1兆多 也有搞不好1.5兆 所以美國現在 這個財政部長不好幹 可是問題就變成是什麼 這是第一個 你自己本身的問題 第二個 現在大家不敢拿美元 為什麼 美元 俄羅斯就是個例子 你美國一翻臉 就把人家的錢就搶走了 對不對 我錢在銀行裡面的錢 你可以搶 對不對 我給你的債 我那會不認帳 也不認帳 他說你怎麼樣 因為政治都要一掛 錢就沒了 所以大家現在也要丟美元 所以我覺得 葉倫我私底下勸他 乾脆不要幹這個財政部長 很難幹 來 玉玉老師 對 我在比利時留學 比利時有習慣 就是一見面 要熟的 不熟的話你就不行 我學了好久 比利時的話聲音要做出來 碰氣 比利時三下 我是基於碰臉的傳統 把法文學得很好 因為你要熟 就是說 但是我沒有見過 美國人有這個習慣 剛剛大使講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是 吉爾的這種做法上來講 確實是 我覺得我們要靜觀其變 就看美國人自己的民意的發展 但是我覺得美債的問題 我要需要在這邊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什麼叫利率倒掛 什麼叫美債的 本身現在的 因為你把這個債務 發出來的時候 它會變成一個資產的主要原因 原來很奇怪 財經世界當中 發生件非常怪的事情 原來債務的事情的話 這個債本身可以變成資產 因為它產生的利息 所以說你這個債的話 如果說是大家買的這個 就搶著買的話 它的利息就低 就這樣 但是如果沒有人買的話 你只好調高利息 就是給的利息 現在倒掛 倒掛什麼現象 就是兩年期的債務 因為你照理說 應該是存錢 存得越久利息越高 它現在倒掛 倒掛的意思就是說 存得這個越久 反而比當下美債的利息要低 而且低的數字還不少 這個已經說明了一個 重要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也就是說 美國這個國家 不曉得大家對美國 有沒有什麼印象 在我這一代人當中 美國印象 美國人就是大膽 為什麼大膽 因為錢多 為什麼錢多 錢大 美國這個立國有三樣基礎 就是這個美元 美軍跟美國夢 美國夢現在快破滅了 不知道真假 美軍的話本身太貴了 所以美元這個霸權 對美國來講 是美國最重要的一塊基石 那葉倫現在不顧一切 也不管什麼間諜氣球 也不管什麼 中美貿易摩擦 也不管什麼 一大堆問題 通通要到中國去講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美債不要賣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本身在 美元上的外貨存體 以及美債來講 都是世界最大戶 如果中國這邊 能夠穩得住的話 美元能夠維持它一定的幣值 維持它一定的價值 在這種情況下 通貨膨脹可以解決 美國人可以繼續做他的美國夢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說 美國在世界各地的信用 卻是非常非常鞏固的 所以因為這個緣故的話 葉倫本身乾冒大不會 一直強調 我主動要去主動要去 布林肯本身還找下台街 說不能再去了 因為你有間諜氣球 事實上的話 大陸這邊強調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過 我們從來沒有講過 透露過任何信息 說也沒有歡迎過 但是這個葉倫就不一樣了 這個你們講明白的表示 歡迎他來 為什麼歡迎他來 這個時候我們要特別小心 因為我們 我們要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 賴清德說以美論都不可以 我們只抱美國一條大腿 不管美國有幾條大腿 我們只抱一條 就是唯一的那一條 所以說在這樣子抱大腿的情況下 如果我們抱了大腿的上半身 他是需要大陸的話 那會不會拿我們當條件的 你不談沒關係 人家美國跟中國談 你本身就沒有立場 像王定宇什麼 什麼陳提菲這些人 敢不敢罵美國呢 為什麼罵美國需要 我告訴大家 所有的問題 這是笨蛋 經濟是最重要的 你講其他都沒有用 美國人本身要維持自己的霸權 美元的霸權 其他像韓國 日本 也都慢慢看開了 他們發覺跟著走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因為最主要的這個世界上 要比的是經濟 來 大宗老師 我也非常同意 就是你看布林肯說他不去 可是葉倫就說他要去 非常希望去 是希望能夠延續今年1月份 他跟劉柯的一些談話 這代表什麼 我覺得反映出目前的美中關係 可能不像很多觀眾所認為的 非黑即白 他其實是一個光譜 美中現在是高強度的競爭 但不代表說不打交道 或是說雙方老死不相往來 沒有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說 互相會吵架 但是大家都知道說 我還是沒有辦法 完全脫離到對方 其實現在就是這樣的困境 我覺得目前比較糟糕的地方 是政治互信真是很低 非常脆弱 基本上美國 尤其是國會 還是一個對中強硬 還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政治正確 因為他最安全 尤其要有一個內部的政治需求 對中強硬是比較安全的路 意思是說 美國的光譜我覺得有改變 就是現在在國會裡面 還比較中央派的 或是拜登政府裡面 還會認為說 應該跟大陸打交道 這些人在10年前 20年前是所謂的 這種立場是所謂的鷹派 但現在已經成為中間派 現在所謂的真正對中的鷹派 在施及20年前 他說這些立場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這就反映出目前美中關係 一個很嚴重的現實 但是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知道 雙方並不是只有這種 你來我往而已 在經貿上面沒有辦法 還是高度的依賴 2022年 美中的貿易總額雙方雙邊 還是6900億 他甚至超過說 在川普打貿易戰之前 比他還高 是歷史的高點 那是代表什麼 意思是說 即便是拜登非常強硬 科技的保護主義 雖然不講脫鉤還是在脫鉤 但是美中之間的狀況 就如同所看到的 大概誰都沒有辦法離開彼此 但是會吵架 會長期的戰略競爭 我覺得這是台灣 要看得很清楚的地方 不是只有黑跟白而已 不是只有黑跟白而已 美中之間 你看他們吵得那麼嚴重 他們也沒到 那個魚死往破的地步 也沒到老死不相往來的地步 所以我們是不是 也應該思考一下 廣告回來 帶你們來看到 不管雙方關係是怎麼樣 人道主義是不是 依舊應該至上 我們先進廣告